你赚的钱都会花在哪里 家庭的生活跟舆论的生活产生平衡吗 Good, very good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Frank 张玉泽 他是我父亲 他是US All China的执行长 他有过各式各样的经验 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 他就创造我们 first version of 我们这边的这个事务所 当时只是一个 agency 有很多的问题 我想要问他 但是不是我问 我们请到了Sindy Sindy会来问我们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我们一起来 Have a conversation 我们一起来 真的是像网络上传言上的那样讲 嗯 律师每周都要工作80个小时吗 我们平常到现在 我到现在 一天大概是15到17个小时 包含星期六星期天都有可能 早上4点起床 不管我在上海 不管我到美国 然后11点睡觉 不过工作时间长 不代表不快乐 我们都是在做我们自己 非常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帮客人解决问题 做咨询的时候 我们也很快乐 所以做案子开始想办法 也是非常有趣 所以只要做你自己强项的这个事情 那工作就不会像是工作 你们会觉得这样辛苦的工作会很难跟家庭的生活 跟娱乐的生活产生平衡吗 第一 在工作上得到的这个成就和能力 有帮助自己的家庭 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解决问题 所以绝对有帮助自己的家人 那么工作上的学习 我已经不知道写过多少个婚前协议 还有离婚协议 然后家庭辅导的这个课程 所以在这个行业当中 学到了很多人生大道理 尤其说像做这个杰出人才的案子 要做一个案子 要了解他们一生的这个成就 然后他们的这个最强的这些能力 他们怎么样看待人生 跟他们学了很多 所以工作上 在我的这个私人的这个生活里面 跟家庭生活 完完全全是可以connect的 就像Joseph刚刚讲的 我们其实从办案子的过程 从每一个客户 他们的过去的背景 那么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的多 尤其是他们的失败 从什么样子的婚姻失败 商业失败 或者是办身份失败 各种的风险我们看到了 我们也看到了人家怎么样成功 除了一些法律的 我们整天在玩这些法律的规定以外 但是套用在不同的人上面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结果 那对于自己而言 也其实也学到了蛮多的 你从客户上学到了哪些 你认为很宝贵的经验 在亲子方面 夫妻方面 甚至于做事方面 甚至我们帮别人成立公司 然后看着人家所提供的这些 不管这些公司的材料也好 或者是你说一些 这些接触人才了 他们提供的每一项东西 其实都是很多很多的努力 而建立出来的 所以我们其实做这一行 其实还不错 就是说可以从很多很多的 个别的人生这地方 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都常常听说呢 律师是非常高薪的工作 所以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平时赚的钱 都会花在哪里吗 我们很固定啦 因为就是平常 家里花的钱嘛 就是这样子 然后打球啊 对不对 有时候去像太太要按摩啊 大家一起去啊 还有什么旅游 家里花的钱 他不是这样子 小孩花的钱 花钱花最多的 就是花在人的身上 对 像我们请人吃饭 公司吃饭 饮食 我实在希望有一个机器 那么Joseph呢 他只要用信用卡一刷 只要吃饭低于20块钱 他自己会说 Good good very good very healthy 花很多在员工吃饭 当然家人吃饭也是一样了 OK 因为他点的很多 当然跳很好吃的 花钱花在员工的身上 花在那个人的身上 朋友的身上 这是最值得的 所有其他投资什么的 只是越来越多钱而已 其实到最后没什么意思 又待不着 所以能做出有意义的事情 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我们回台湾之后 再继续录他的一些话题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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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